今天呢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家是等要退牙的 往年我们家退牙只是用炉子来退牙 用炉子退牙前七天弯度一般保持在32度左右 而七天过后弯度就慢慢的降到28度左右 然后就一直保持在28度左右 而今年除了用炉子之外 我们家又登天了一个新的设备 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登天了这个设备之后呢 只需要把弯度保持在24度左右就可以了 为什么用炉子来退牙 弯度要这么高 而天了这个设备之后 弯度反而降低了呢 因为只用炉子来退牙 就是晚上没人管 所以弯度提不上来 白天的时候弯度就要高一点 而添了这个设备之后呢 这个设备能要这个弯度一直保持在横弯 所以弯度就没必要那么高了 保持在24度左右就可以了 不管是用什么方法去催烟 最重要的还是要排湿器 我们家排湿器一直以来都是用风扇 排湿器最关键的就是前七天 而这七天我们家的风扇都会一直开着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家一直以来都是这样退牙的 不知道大家那边是怎么退牙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 评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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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